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还有一个座位 他会是谁呢 大老师 今天来呢 比赛开始之前 为了给这些紧张的朋友们 今年毕竟是他们脱口秀演员 一年一度的高考 是吧 让他们放松一下 带来了一段表演 大张伟 跟我的 骨肉至亲 李莲言 两人大半年以来 首度合作 掌声有请 搞气氛 我们的不行 把你进成了不行 是小姐 可以从三次的两天 是小姐 我们的快递掌声欢迎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我们是七分大王 不是 七分大王 提问大王 是是是 旁边啊 是是 哎呀 这个台看着 比咱们上次演的小多了 而且这个 同台演员的阵容 也不太过关啊 跟上次比 小演员 为了叫小演员吧 是是是 其实啊 没什么大演员小演员的 每个人都能讲五分钟脱火秀 对不对 但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拥有我们那回那五分钟 哎 各位还记得吗 当时啊 无论你换到了哪个台 电脑还是手机 换到哪儿 我们都在 我就想奔奔礼战 怎么还在这里办比赛 坐在灯篷边五年来 就知道拍拍拍拍到你太太离开 大家都听好了 自我介绍一下 王勉 听到了吗 王蛋 跪下 不是不是你跪下 不是你跪下 还是要谦虚 我们还是谦虚的 虽然已经取得了最高的荣誉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停止进步的脚步 是的 因为音乐脱口秀呢 我们已经玩过了 玩腻了 对吧 我们研制了很多最新型的脱口秀 第一种形式叫做高科技脱口秀 爱你 只要有了他 不用亲自说笑话 有梗他来抛 有问他来打 大老师 前两天 Rock去了一趟练宗 您去当观察员了 四四 那你咳到他跟女嘉宾的糖了吗 一点点 那他俩最后到底怎么样 加减除 什么意思 没成 除了高科技脱口秀 我们还研发了第二种脱口秀形式 那么第二种脱口秀形式叫做 对着我们笑 我小心翼翼地问他 颜一 你不跟颜园一块走吧 那么最后一种脱口秀呢 叫做 剧透式脱口秀 因为今年每到刚开始的时候啊 就是 大家总会猜测 50个人 谁能最强 谁能走到最后 是吧 一看就是三个月 这个节目 是是是 你说有三个月时间啊 你们干点什么不好 干啥不好 是吧 我有那么多节目呢 但是啊 今天我们就能告诉你 谁是冠军 对不对 直接预测出来 马上就告诉你们 结果是什么 是的 我们找到了最最科学的 预测方法 请给我们看一下 我们谁能够夺冠 三 二 一 我看我有什么牌啊 我先出一个对 徐志胜和广志 熊宝太 爷爷爷 管上 那要不齐 肉出动物 要不齐 你不有个对吗 可怕不出啊 真要不齐 你自己看 哦 是建国博洋啊 那这是真不行 哎 我这么着 我出单张 行不行 出单张了 出单张了啊 磅磅 我出这个 哎 承诺 我还出这个 啊 这个什么呀 怎么 怎么 怎么都能管上啊 金点 能管上吗 哦 能管上吗 新推出的 金点 娟山有机奶 每百毫升 含4.0克 原生乳蛋白 跟咱们节目一样 不断生 你出啥都管不上 行 你列列列列列列 你出吧 你这出 那我出一个王勉 什么玩意儿啊 王勉啊 就直接管上 大王周其默 这是公认的 真的好笑 你知道吧 哎 这谁也管不上了吧 管不上了吧 管上 谁啊 宁静 脱口秀 一定要好笑吗 啊 赢了 谁也管不上了 管上 还能管上 谁在管宁静 谁啊 那赢 就这样的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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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耶 成熙 好 这么精彩的音乐表演 我们必须请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来点评一下 从音乐上角度 说实话 不言也罢 不是 你们表演到一半的时候 我一直想象 我这椅子是不是能转 你是想转过去是吧 我要转过去 我就真的想回去 谢谢您给我们一灯 多累 多累 那今天那缅缅啥意思 听结尾 今天就 我就不比了 因为王缅再强 也是缅强而已 谢谢 啥累了 好的 那我们掌声欢送王缅 欢迎大跟师 加油 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 这边是来自全国的脱口秀俱乐部老板们 掌声欢迎 谢谢 谢谢